我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感受 是真真切切的感受 当听到20分钟下午课的时候 有10分钟的时间 我的感觉是老法师在讲 这就是我真正的感受 谢谢 好 感谢各位家人的分享 不知道听到20分钟的时候 您是听到了什么内容 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境 太专注了 我太专注在听这个言语的东西 我听到的是老法师的声音 好 谢谢冯彦 那生命就回答第一跟第三个问题 我们把第二个问题留给法师 那么你问到是不是不适合读经 其实不会不适合读经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 你的定课 不能够定得让自己太超负荷 满负荷都不适合 最好是让自己游刃有余 最好是让自己游刃有余 那这样子呢 我们身安则到龙 所以老法师说一天十次呢 这个是一个参考 所以我们的定课呢 定得让自己每次做完 都是还是身心很舒适的这种状态 所以不见得多就是好 要注重每一次的效果 那有时候如果说你定的次数 会让你一天下来 会好像体力都耗尽了 那这样就太多了 就是一天下来呢 到了晚上啊 我们还是有相当好的体力 那这样子会比较好 因为这个会累积 你如果疲劳啊 会不断的累积 不断的累积 所以这个是我们定功课可以来参考一下 那关于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可能连 辞掉公子这件事情啊 没有跟长辈讲 这个不会是大妄语 大妄语它是有一个定义 就是说我们没有证得圣果 我们骗人家说我证得了圣果 我们没有证得禅定 没有神通 那我骗人家说我有禅定有神通 我没有见鬼见神啊 然后骗别人说有见鬼见神 这些都是比较高的这种成就 所以这个不涉及这样的问题 那其实你说这个是一个善意的法言 其实可以这么讲 因为你辞掉公子是为了来修行啊 来做公义啊 其实他的功德是更大的 那如果说他们来障碍你呢 其实对他们也不好 所以你是为了保护他们 然后你没有告诉他们 然后你做的这些功德 也都能够回向给他们 还有他们的有缘众生 那其实就是在利益他们 所以这个可能你不要有这个挂爱 好 谢谢 好 谢谢院长 下面有请法师 好 谢谢院长 院长刚刚提醒我们 这修学要游刃有余 生安道荣 因为我们修行就是要走中道 不能过 也不能不挤 不能吊铃铛 也不能用力过猛 这个都在境界里面 尤其我们也要改性格 脑上特别提醒我们 是要放下贪 放下习气 放下性格 不是换对象 很可能我们在佛法这个境缘 我们本来的一些容易执着的点 性格也会现前 所以要观自在 整个修学状况 是不是自在游刃有余的一个状态 好 您有提到就是说 承德在细讲地之规吗 有提到说要听最近的是吗 我可能上了50岁以上有点健忘 首先听最近的就是老和尚讲的 当然我们能够理解 老和尚在修行 他不断提升他的境界 所以当然是说听最近的 那承德是有跟大众分享说 你可以选一套老和尚讲的光碟 但是老和尚在一些重要的法会 对大众做开示的时候 这些我们要听 因为老和尚会应激说法 我们学着学着出现什么问题 他会及时在这些重要场合提醒我们 而且你以前的光碟 他谈论的可能不是最近出现的一些情况 所以最近的开示还是要听 我没有反对说 因为有些人他跟弥陀要解特别相应 他就一直在听老和尚那一套弥陀要解 但只是这些比方传统文化 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 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 这些专题式的 包含一些回答问题 老和尚当时候听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 老和尚就讲 越学越分别 越学越执着 还以为自己是佛弟子 那就是看到一些现象 或者来问的问题 老和尚应激去提醒 可能这些重要开示 就是要提一下 好谢谢 就是 生命会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如果有什么地方 可能觉得没有做好 或者对人家不起 我们有这个道歉的勇气 这个是很重要 哪怕对方是你的儿女 是你的学生 那只要你觉得 你做错了 你就应该跟他道歉 那虽然 他是你的儿女 你能够鼓起勇气 去跟他道歉 他会很受感动 而且你就教会他 这个做错了 就应该要承担 而且要道歉 那他以后就会 那我们也知道 可能有些家长 他觉得 哎呀 对小孩子嘛 就没有必要来这一趟 那有些人呢 他甚至还会掩饰 那其实这些都是不好 这样就把小孩子教坏 那对晚辈都应该是这个态度 那何况是对长辈 所以静坤 有这种这样道歉的态度 甚至是觉得很赞叹 好 谢谢 今天我们杨医师有影了 这个三达德 智人勇 这个能道歉就是 力行这个支持敬夫勇 刚刚院长肯定静坤这一点 我就想到我父亲 没有错啊 还来问 就是我姐姐的情况 他是静心经历也没有错 他还来问 其他两个孩子 你们有没有觉得不妥 所以这种沉心啊 很震撼我们子女的心灵 所以这个真心是很感动人 那这个静坤 刚刚也提到 这个环境都是因缘 我们也是在因缘当中成长 我跟您一样也是眼里没有活 所以很缺乏锻炼 还是要 因为我们修行就是 补自己不足嘛 不断来提升 那你后面也有讲到说 生活不易 还是极乐世界比较究竟 您这个跟菩提心是相应的 你现在念生死苦 这轮回哪怕当然也不轻松 你发起了 还是往生极乐世界究竟的心 好 阿弥陀佛 那么听经的时候 我们如果觉得需要念佛 是可以念佛的 这个没有问题 那么给爷爷奶奶呢 这个就是要尊重老人家他们的信仰 那即使他们没有信仰 我们也不要觉得 我学了传统文化 我就非得跟他们讲传统文化不可 这个都要观机 要看适合 要以他们能够接受的这种程度 他们如果还不能接受的时候 我们宁可先不要讲 但是关心他们是很重要的 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关心 老人家更是 那其实我们要关心他们呢 一个很容易做到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多倾听他们讲话 我们多听他们讲 我们才能够更了解他们 我们更了解他们 我们才知道 讲什么话是很恰当的 那什么时候可以给他们建议呢 就是如果他问我们问题 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可以给他们一些 就是也是要看适合他们的 所以最重要还是自己提升 自己提升 我们才有能力去影响别人 所以这个是 还有你问 我们是不是要去信仰 对方的一个信仰 如果说我们皈依了三宝 佛法生三宝 我们是不可以再去皈依 其他的宗教 其他的神 就是不能以他作为我们生命的依靠 但是呢 我们是可以去学习他们的教理 我们对他们的神 我们也是要很恭敬 那我们也可以去了解他的教理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宗教之间互相学习 这个没有问题 那也应该恭敬 因为我们对一切众生都应该恭敬 都是未来佛 都是过去我们的父母 所以对神恭敬 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不会以他作为我们的依靠 作为归一处 那对他的神是这样的 对他的经典也是这样子 对他的神职人员也是这样的 我们都可以去恭敬 但是我们不会以他作为依靠 这样就没有问题 谢谢院长 那您刚刚有提到说 听课有过电的感觉 这个是很好的听经心态 我是当机者 讲给我听的 听了就马上能够 在自己生活工作 处事带人来关照 老奥上也提醒了 讲经当中说到 一些跟着他还蛮久的 听经的时候都说 这个是讲给初学听的 那假如这个心态呢 就得不到利益了 你刚刚也有反思到 自己自我调整的速度比较慢 那这个还是要对自己有信心 会越调越快 当然我们也是在事当中去反观 我为什么调整的慢 点在哪里 那这样你调整就会 速度会越来越快 前世不忘 后世之师嘛 那你刚刚有分享到说 你是听经的时候 觉得自己心不够定 所以你就会念佛 把心定一定 那后来你专注听了 就没有念佛了嘛 那念佛可以让我们心定下来 那假如你在听的时候也可以念 又不影响你专注 那也没有关系 但就是一定要先保证你能专注 假如你边听边念佛 你不能专注了 那这个就还是要专注听 这个要看个人的一个情况 那你也有设想要护念自己的爷爷奶奶 老人家 这个是很好的孝心 刚刚院长有讲多请听 然后了解他们的心理的状况 或者他现在比较在意的 比较烦恼的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顺着他比较烦恼 比较需要的跟他交流传统文化 因为实在讲 理得心才能安 这些道理假如没有透过学习 要调伏自己这些 不管哪一个年龄层的烦恼 都不容易 当然我们就是让他感觉到说 传统文化这些教会能解决他的问题 他就会慢慢更有兴趣来学习 所以佛门说先以欲勾迁 那你也有提到说你到他们的这个会议 他们的安息日是吧 你说你好像不够放松 那那个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你的状态 你的念头 为什么不放松 这个你可能没听过老儿上有讲一个典故 好像是天主教的神父 给老儿上借佛经去看 看完之后 这释迦牟尼佛讲天上的情况 比我们圣经讲的还细啊 所以刚刚院长也说 他们这些教诲其实都是实善 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我们要修学的一些内容 修实善业 所以我们也能 很没有挂碍的 跟他们相容 宗教互相赞叹 这个也是 好像特别强调的理念 那你就学到了 以后别讲过 不要产生烦恼 一转 你就要说 阿弥陀佛 谢谢阿世 好 我们看到自己身上的喜气毛病 不足 这个是很好 我们每个人 因为我们不是圣人 我们肯定 都身上都会有一些喜气毛病 那发愿弘扬 这个是很好的 那现在可以做什么 现在我们 就是改我们自己的喜气毛病 然后要跟家人 要能够很好的来相处 就是 以一个真诚心 那能够来跟家人 很重要的还是要了解自己的家人 有时候 我们不一定真正了解他们 所以 就是说 有机会可以交流的时候 这个是很重要的 人没有通过交流 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 我很了解对方 但事实上我们根本就不了解对方 包括自己的父母 乃至爷爷奶奶 自己的伴侣 包括自己的儿女都一样 所以我们不能以一个主观的一个态度 觉得我很了解他 这样对他最好 其实 你没有跟他好好沟通 你可能根本就不了解他 所以我们讲出来的呢 就不契合他 所以 人跟人之间 我们师长也是这么讲 人跟人之间沟通很重要 所以通过沟通呢 因为我们真的 越来越了解对方 那我们就知道 什么是他需要的 那在他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给他 他如果不需要 我们不要勉强去跟人家推销 因为实际还不成熟 我们去推销 那反而起负面的效果 就是把他的胃口弄坏了 那 等到 你要跟他讲的时候 他可能就已经 事先有抵触 所以我们 对方还不够了解的时候 我们最好 不要去跟他推销什么 我们先好好去了解对方 真正能够给人家建议的时候 最好的就是 他问问题 别人问问题 就是很好的机会 从他的问题当中 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了解他 然后我们可以看 我们适合讲一些什么 所以这个是 我们一定要跟周遭的人相处好 然后自己不断的提升 我们真正改变了 谁最清楚 周遭的人最清楚 所以我们真正越来越好 周遭的人一定很欢喜 那到时候我们讲话 他们就更容易来相信 好 谢谢 好 谢谢 这个一星提到 察觉自己毛病多 这个是好境界 了凡世心说 一日不知非 则一日安于自是 一日无过可改 则一日无不可静 而且夏老说 要打破自欺一关 始有商量处 所以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了 这个就没有自欺了 而且浊然见得满身过失 功夫始有着手处 所以你发现很多 那这个都是好境界 这两关不破 任你弹玄说妙 终是门外打之闹 就入不了佛门 老师上也说 修行是两件事 知过 改过 所以你这些是好状况 你不要反而好像 很难过 这是好现象 刚刚你也有提到说 这个我想要弘扬群疏之药 我们有这个利益 正法利益众生的心 都是非常可贵的 那我们发了愿 那发完愿 佛菩萨都知道 我们还是必须安住当下 安住本分 这样我们才能表好 学佛的法 以成德个人来讲 当时候听老和尚教诲 老和尚一直强调 建国居民 教学为先 弘法很重要 我听了我就接受了 但是我没有去打听 谁跟老和尚比较熟 然后我赶快去找个关系 去认识老和尚 我倒是没有这样的念头 我们只是觉得 弘法很重要 但是现在老和尚教的 我首先要在我的家庭 在我的工作 去把它用出来 因为我也很相信 老和尚说的 你一生 你只要学释迦牟尼佛 就不为自己了 不是叫你去剃头 不要着相 学释迦牟尼佛 好剃 阿弥陀 我前不久遇到一个 如江同仁 跑去出家了 两个月之后又还书 因缘不具足 所以佛那个时代 那些做法很好 我们应该沉传那些做法 你要出家前 要跟生团出家人 生活两年 你也很适应了 大家也觉得 你很好想 这样再出家 而且一般出家的时候 父母也在场 现在 一到佛室去 就把那年轻人剃了 父母来 这个还是照佛陀的 所以老和尚 让他说 你学佛就要认识 释迦牟尼佛 我觉得这句话 应该再展开来 佛为什么 有这些做法 他的考虑在哪里 那个精神是亘古不变的 我们没有掌握佛这些做法 可能有时候我们自己执着起来 都跟他老人家精神不相应了 反而给社会的人不是很理解 那你愿意 学释迦牟尼佛 你一生 佛菩萨安排 自己不操心 我很相信这句话 所以就在工作当中 那随着你在 敬你的本分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你的领悟 那我在听经当中 有一片叠听了次数最多 菩提心 贯注在整个生命中 其中有一段 老和尚的法语 这个念佛 这个念字叫金心 心上真有佛 我感觉这个开始蛮重要的 比方我们现在修行 就是要放下分别自主 可是我们很容易产生分别自主 比方说 我现在在佛堂里面 阿弥陀佛 这叫念佛 我煮饭不叫念佛 我煮饭是冤心再煮 害我去煮饭的 那就麻烦 你假如老和尚说的 金心心上真有佛 佛就是真心 那你生活是念佛 工作是念佛 应酬是念佛 处事待人接物 没有一样不是念佛 假如这一段法语 我们没有领纳的话 我们随时在境界里面都在产生 哎呀 又要应酬了 烦死我了 你的烦恼就跟着境界一直在产生 假如你说 今天这个应酬的缘 推不掉 我用真心去应这个缘 我也在念佛 我是去为众开法障 广思功德宝 那因为这一段法语 我们印象很深 所以就会很投入在自己的工作当中 我工作就是落实六度 落实普贤型 这么多孩子里敬诸佛 发觉他们的优点称赞如来 广修供养 拿配鸭给他们吃 你真的觉得佛法就是生活 你没有去分别它了 你自己也会有不少领悟 那后来我就体会到 就随着你在因缘当中尽本分 就体会到 哎呦 现在的学生 不是一代不如一代 一年不如一年 那我就会随着我这个领悟 去做一些 我觉得我该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看到 一年不如一年 我不能眼睁睁继续这样看 我还领着国家的俸禄 但也看到了是 伦理道德因果缺乏 所以好 那我要 也要补这个课 我也缺 所以我才到澳洲金融学院去了 后来学习五个月 我那时候听经是最多的时候了 那后来五个月 就圆不成熟回来 继续考老师就考不上了 都是背取 没考进去 之后就有海口的缘出现了 所以我们自己领悟到哪 提升到哪 佛菩萨会安排我们 那佛菩萨会安排我们 相应我们能力的因缘 结果前不久在福州 这个王川老师跟他聊一聊就觉得 这个他对孩子教育很可贵 他问了很多问题 我说王老师 你就来做个主持人吧 我也勤转法轮 修一点福报 不然我都那么瘦 王川老师摇身一变 变成主持人 就访问王老师 那他假如没有安住他的本分 他怎么供养出来 所以我也是在我自己当小学的时候 我们也是全身心在自己的本分 才有后面的因缘出来 要把真心练出来 那这个 这个您的因缘 你的愿心非常可贵 你的因缘很特别 你是异国婚姻 你看在我们欧美 异国婚姻很多 你假如做得好 那你可以现身说法 甚至于是你异国婚姻的难度 是比同国婚姻更难 那你都能做得好 所以你可以度的众生很多 水洗功德 阿弥陀佛 就是我们 就是办这个用英语来教这个汉学 这个就是说我们是必须要来办 因为如果说在英国 然后你的学生都是华人 那这个英国人 他们也会一直觉得很奇怪 那为什么你们都是华人 你为什么来我们英国办 那我们也是对这个班呢 寄予期望 因为我们的老师来讲汉学 那都不是纯粹从学术的角度 都会在怎么样修身 这个方面来做 那未来呢 我们也会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班级 就是说我们会办一个预科班 因为我们现在的汉学院的课程呢 他就是要照顾到私俗的孩子 所以他即使没有学历 他可能小学也没有毕业 更不要说中学 但是他只要有私俗 给他出证明 他读了多少年 学过哪些课程 那么相当于高中毕业的程度 那大学就能够接受 那我们这个英文的汉学系呢 也是朝着这个方向 所以就是说 即使是 他是读私俗的 我们也是可以来接受他 当然这是补充的 对不起 那关于 就是说您的公子跟千金 当然就是可以自己来衡量 自己的一个意愿 兴趣 还有未来的生目标 所以其实就是说觉得合适 才来包 也不必 就是说因为人情 或者是这些方面 因为这个都是很实际的一种情况 修行会晋进对对 这是很正常 那有时候我们实在太累 也不要一定要勉强自己 就是需要休息 我们就好好的休息 休息好了 我们有精神 才来做功课 那就是 其实很重要的是 保持心平气和 修行最重要的还是 时时刻刻 保持一个平常心 心平气和 有时候我们修得好 也不要就太兴奋 有时候我们修行 这个情况不是太好 我们也不要沮丧 因为本来我们的心就是 有心力 本来就是一个波动的 在你心力好的时候 你修的就会比较好 心力比较弱的时候 就修的没有那么好 这些都是正常 只要我们继续修就可以了 那不管是什么境界 我们都心平气和的 来对待 那如果说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堕落 那这时候确实 我们是要提起这个道心 那有时候就需要 有时候靠自己 不一定够 那就可以来求佛菩萨加持 或者跟同餐道友 那可能家人就是同餐道友 可以来 可能跟他谈一谈 那也可以得到一些鼓励 让我们提振我们的道心 那有时候真的靠自己 常常是不够的 所以义重靠重 善友为义 同样都是学佛的人 同样都是学传统化的人 我们觉得心力比较弱的时候 可以找人家谈一谈 那也许人家给我们一些鼓励 或者建议 我们就可以提振起来 所以就是要善用因缘 这个是给你一点 谢谢 谢谢院长 这个首先您家千经 想学传统文化的心 非常难得 这个也来自于他 当老师的使命感 这个是相当可贵的善根 那毕竟他也已经有学位了 所以这个凯文 我也没有上过英国汉学院 你不要太挂碍 我们也是在 这个当下的姻缘 都不断熏悉 而且 你所在的地方 本身就有传统化单位 现在 郑爵 这个是我们英国汉学院毕业的 过去了你们这些年轻人 刚刚院长说的可以 共修 一中靠中 郑爵也蛮严的 你到时候偷懒 他会给我报告 你在整个生活工作主事 家庭当中 都可以很好去落实去学 当然学传统文化 百善孝为先 对 这一点 孝顺 孝顺 好 这个 当然 两个弟弟 你们的孝心很可贵 体会到家庭 父母的 这个 经济的 负担 你们好好 真的想来学 可以用著学经 表现得好 还有讲学经 这样 不会 这样你就不会有负担了 有佛法就有办法 也会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好 那 这个另外 就是我们 因为 可能 像我们国居士 他的工作 性质 他是从事这个医疗的 给人家服务的 但有时候 来了太多人 那 陈德有考虑到的是说 你在给人服务的时候 可以学海鲜老和尚 工作不妨碍念佛 是吧 阿弥陀佛 一心观礼 娑婆教主 酒精都是 你不影响吗 你在心里练就好了嘛 我们有时候忙起来 在车上也在坐山 清修节药 所以 你让这个用功能够常常提起来 不要去间断它 这样你的感觉就不会觉得退转 当然也要考虑体力 那拜一次 说实在的 一二十分钟就拜完了 雅如你今天真的太累了 拜个五分钟实在不行了 明天再补就好了 可以调解 好 谢谢 针对圣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 圣庙为什么会出家呢 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我是大学一年级 就参加佛学社团 听到了佛法 听闻佛法 那听闻佛法的时候 我就觉得 很震撼 因为觉得 有这样的真理 我觉得 这里面都是真理 我从小到大 想不通的问题 我相信都能够从这里 得到解答 所以我很认真 听这个佛学讲座 比我上大学的课程 都还要认真 但是没有想到要出家 那其实呢 我学医呢 是我父亲的意思 如果让我自己选择 我不会学医 因为我对医学 一点兴趣都没有 如果让我选择呢 我可能会读这个中文系 或者是历史系 但是这两个系呢 在台湾没有太好的出路 那其实 自己从小到大 也不知道自己 以后要做什么 那小学的作文呢 我的志愿 那因为我们有一篇课文啊 就是我的志愿是当工程师 所以我就写当工程师 我也不知道工程师是做什么的 那学佛了之后呢 一直到我们去参访道场 我们到一个寺院 然后就听说那边的师父呢 都是受高等教育的 最低的学位都是高中毕业 那有一些是大学毕业 他就出家了 那我一听呢 我就想出家了 就是这个就是说 有人真的这样做的 我同样没有想到要出家 虽然学佛也很认真学 我只是能理解 人家为什么出家 我没有想到自己要出家 等到我看到 真的有大学生出家 我就想出家了 那你问我为什么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那我想这是素氏的因缘 那出家以后呢 我就觉得 我这一生就是应该要出家 那就一直很安于 出家的生活 出家的生活 它不一定轻松 但是呢 我出家到现在 从27岁到现在 应该30多年 吴宇宙也透露了我的年龄 就是区区一甲子而已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还属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说 素氏的因缘 所以我就觉得 当出家人 好像我就应该 就是做出家人 而且出家生活 我还是很乐在其中 如鱼得水这样子 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 跟你解释为什么 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这种情况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程德法师 好我们院长出家叫水到渠成 看守地落 应远到了 应该也是过去就有这个愿力 刚好有这个缘就促成 那这个 陈学长 这个 可不可以请你把 好胜胸拿给我看看 嫉妒胸拿给我看一下 我现在从你脸上都看不到好胜跟嫉妒 叫佛 要打一个信念符吗 现在打应该也没有 就是从佛家来讲 真的东西是随时存在没有变 叫真 会变的 你看你现在没有 我让你拿出来 就像您看过达摩祖师传吗 没看过 这个电影挺好看的 这个禅宗有六祖 那一祖是达摩祖师吗 二祖是慧可 那慧可去请教达摩祖师 达摩祖师面壁九年 就等到了这个学生 那慧可说我的心不安 求大师帮我安心 那达摩祖师说 你把心拿来 我帮你安 我怎么找不到我这个不安的心 找不到当下没有 会变的都是假的 不变的才是真的 这个就是我们前几天谈到的大臣起信论 本觉本有 真心是本有的 一定可以恢复 不觉本无 我们那些贪心啊 基督啊 这些心呢 是虚妄的 叫妄行 假的 一定可以去掉 首先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一个认知 真心是我本有的 现在有障碍 基督兴起来了 我看到了 阿弥陀佛 把它调掉 你一调掉了 又有经典来调伏我们的心 叫以礼则勤 以礼智 见仁善及施起 你读过这个地址规的句子了 我们应该看 像人家的优点看起 只要我肯学也能学得会 因为 我的自性是 无量智慧得能的 那就在境界里面 不怕念旗 只怕抉持 基督兴起来 赶快用方法念佛啊 用这一句经文 应该是 吉思旗 这样 对我会有真实的利益 所以好生兴起来了 赶快 调整自己 那个 其实我们也可以多感觉一下 自己的烦恼起来的时候 反而潜力不能发挥出来 那个烦恼就一直 会纠结自己 我们假如平常心 或者是 学习别人的优点 反而那个正能量会起来 那你看到比自己写的比较不好的 那看到沾沾世袭 其实都是烦恼 所以观自在菩萨 观自己自不自在 观自己自性在不在 起那些念头 其实心都不会自在 你反而是起了 那我 他不如我 我帮帮他 法不思得聪明智慧 有一些道理是 你自己体会之后 你会更愿意这么做 比方 陈德当时学佛了 然后开始去补习班 结果有一些女同学 来请教一些 物理化学 数学这些问题 我在跟他交流解答的时候 我都能感觉到说 自己的理解力就在 互念别人的时候提升起来 真的是法不思得聪明智慧 你就愿意去付出 好 以上回答 非常随喜 王菊师 这个信愿心这么强 而且也在念佛上 下了很深的功夫 那正好是法师的尊宫 往生的时候 其实您在这个念佛上 确实是有很好的功夫 而且你也很有警惕心 真的是想要往生 但是呢 可能 就是毕竟在这个轮常上 我们可能还 有些责任没有尽到 所以 可能 要往生之前 你突然想到 这个母亲 我们真的要往生 如果有一点 对这个 这一个世间 有丝毫的挂碍 我们就走不了 所以这个是 当然是一个问题 真的到临终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够放得下 那这个有没有一个检验的标准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有一个检验的标准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心 深沉的 这个东西 不是说我们平时这样子检查 就能够检查得出来 确实不容易 所以 阴光大师讲 敦伦敬奋 这个很重要 平时我们就尽好我们的责任 那当我们需要提早走的时候 比他们早走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 一个遗憾 因为我们该做的 平时都即使就都做了 那这个 怨心呢 就是 要随时提起 如果说 你念佛的一个态度 就是我这一句佛 引念下去 阿弥陀佛 如果现身 我随时都可以跟他走 那这样子 当然是比较理想 就是说 因为我们不知道 死亡什么时候来临 死亡可能下一刹那就来临了 如果说我们没有做好准备 这个当然就我们念佛 发愿求生极的世界的人 而言 如果我们 没有随时做好准备 那无常突然来临呢 我们可能就往生不了 所以就是说 这个 愿心就是随时可以放下说佛世界的心 这个应该是随时都做好这个准备 那这样子呢 因为都是所谓强者先迁 我们平时 什么心念最多 那临终的时候 最可能的就是这个心念 所以当我们念念呢 都准备好要往生的 你都有这个愿 贯彻在你每一念里面 那你不用太担心 因为你平时就中了很多 这个因 这个就是你最熟最熟的 那你不要去挂碍说 你临终的时候 可能你放不下 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惑 其实也是不好 就是说它会影响你的信心 你的信心也会影响你的愿心 所以我们不要想说 我要去确定 我这个愿心就是够的 其实也不需要这样 念佛功夫可以去验证 念佛功夫就是你 你功夫成片 这样你临终就很有保障 因为你想要五分钟 专心念佛 你五分钟里面都是佛号 几乎没有忘念 那你这五分钟是功夫成片 有这样的定力 你临终是很有保障 因为即使愿心在主要闹里 都不能让你起烦恼 因为你就是专心念佛 但是愿心就没有办法 所以可以来一个检测 那就是靠我们平时 随时都做好准备 那既然你随时都做好准备了 那一旦无常来 那你就是 因为你平时都是起这样的心 那你就是可以顺利的往生 所以这个挂爱还是需要放下 谢谢 谢谢 谢谢小燕居士 感恩您对仙父这么尽力赴慈 阿弥陀佛 那陈德是在听您叙述的时候 就是有感觉到我们修学的人 要观心为要 观照心念 比方您刚刚 当然我们是借由一些静缘 来提升我们念佛的功夫 比方陈德也曾经问过一位同修 他得过胰障癌 后来 当然老老长也加持他 跟他说好好念佛 他胰障癌好了 后来陈德又请教他 那你现在念佛的那种认真度 跟你当说胰障癌 哪个时候比较认真 他说当然是胰障癌的时候 你有那个静缘 你可能就很恳切 但是假如说没有这些静缘 我们还能够念得很精进 那可能就这个慈悲的心 立重的心 要更切 我早一点去极乐世界 我更有能力来帮助众生 我早一点 我要功夫成就了 那当然你念得好 你一着那个好 你又会生烦恼 你开始产生比较心 这个我们要看得到 因为你前面念的 睡觉都能被自己的声音 念佛声给震醒过来 但是后来你又出现了 家里老人的情况 那你可能一比较的 哎呀 以前这样比较好 我现在不好 那你就生烦恼 你一生烦恼 你功夫一定受影响 那比方我们说般若为岛 净土为归 所以般若是要离向 般若是要看得破放得下 为什么老师要讲金刚经 看我们虽然都在念佛 但世间还有很多放不下 就用凡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凡所有相接着虚妄 来熏悉 那我们今天出钱出力 你不能放在心上 这样又着相了 也会生烦恼 哎呀我都这样出钱出力 也差不多一点 你们这些兄弟姐妹 那你又生烦恼了 做了 这是我的福报 我能够尽力来奉养老人 尽我的孝心 做了也不放在心上 好 还有呢我感觉你还是有点着急 性格有没有着急 很容易紧张 很容易紧张你就会急 嗯就是 你的念佛功夫要调 嗯嗯 你刚刚说 我要把命捨了 早点往生 就是这样 是的 那你会急啊 所以念佛要自具分明安定 所以我就都用慢念了 现在我就是啊 命 就这样很慢很慢 最主要还是要射心 嗯嗯 对 然后 然后 这个院长 这一次在香港 潜谈性运行 早一点拿到签证 多听几遍 嗯 听了很多遍 嗯 嗯 听了都流眼泪是吧 嗯 因为听到院长说 嗯 老法师说 如果你们想我 就念佛 因为 你感情很丰富啊 好 难怪你最后要刻下去的时候 我妈咋办啊 心在何处 心在作用 你对你妈妈会起这个作用 你对老儿上也会起这个作用 我就知道这是我最大的弱点 我就很难克服 因为说 念功老人家说 纯情极度 我就这个情啊 我怎么都舍不了 转啊 就 但愿人长久 唯有念弥陀 清倦勇团聚 法界逍遥有 对 要转念哦 我也是情很重的人 你们看不出来吗 真的啊 哇 那哭啊 感情放不下 我妈说 你这两三个月 比你二十多年 流的泪还多 你看多愚痴 是 情 当然是一种苦 那这种执着 我们 要慢慢去放下 是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那可以从 理上 理上呢 其实 我们认为的这个 我 这个人 其实是假的 好 这个 我们看到啊 这边一部车子 那这个车子是 真的有一部车子 被生产出来吗 大家觉得 是不是真的有一部车子 新被生产出来 我们可能会觉得是 但是 你如果把它的这些 零件啊都拆开 这个车子就不见了 所以 并没有一个 真的东西叫车子 单独存在 它都是 各种 条件 组合而成 所以 当这个车子还没有被拆开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真正的车子 这个可以理解吗 理解 因为一切都是条件 组合 其实我们人也是这样子 所以 这个 我们对这个我 要看淡 我们会有执着 会有烦恼 根源都是 觉得有一个我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对这个我 渐渐看淡 我们其他的烦恼 也会渐渐减轻 那 老法师讲的就是 你不要放在心上 该做的事情 我们 建立去做 做过之后 就放下 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心上就只放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种方法 从 把自我 看淡 那这样子 对我们所执着的人 也会渐渐淡 因为一切烦恼的根源 就是我执 对自我的这种执着 所以当我们修行 也是建立在执着上 其实 这个还是不好 我们 认真念佛 但是不要用一个 执着的先去念佛 这样还是会有一些副作用 所以 我们念佛 就老实 老老实实的 一句阿弥陀佛 不要夹杂 这种 要着急 我要赶快成就 我要赶快往生 不要夹杂这样的心 那 念佛的时候 心里就只有阿弥陀佛 那当你这样子的一个 定力越来越好的时候 我们的烦恼也会减轻 因为定就可以降辅烦恼 包括我们的情职 这个都是烦恼 当我们念佛 公布好的时候 自然烦恼 这个情职 也会减轻 所以就是说 看淡 这个自我 把这个我淡化 那我们的烦恼也淡化 包括我们的着急 这些 其实 这些都是要放下 把它看淡 我们就是一句话 佛号 老老实实的念 这样子 我们自然就会越来越提升 这个 境界都是要一点一滴 慢慢去努力 然后 扎扎实实的 它越来越提升 情职就 自然就会慢慢的淡 谢谢师父 阿弥陀佛感恩 这个 承德再补充一下 就是 这个 你呢 也 要对自己有信心 你刚刚说 我这个心愿是不是假的 你想事 也不要想得太 较真 这都是一种性格 你不要印象 有时候念 刚刚院长说的 念佛有定了 你自然就会 想通一些事 有智慧 还是要信任自己 但就是 也是要真实面对自己 比方 这个还会想妈妈 这个就是事情 但是你可以调整自己 我们情感重 你可以转 我现在 放不下我妈妈 对她没帮助 对我也没有帮助 我们用理智来思维 我自己 比方说 情很重 但是我明理了 我对死别 不再流眼泪了 是吧 你情感 不就是要爱吗 爱不就是要利益它吗 是吧 那要利益它 那这个身体是假的了 它换一个身体 那我现在是关键时候 要帮它 那你怎么会哭 是吧 那无量受精 人在爱欲之中 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那我们干嘛 那我们干嘛 还跟自己过不去呢 就是以礼择情 来调整这一些 包含对女儿 你现在在那里跟她 起这些情绪 对她有没有帮助 那你要理智了 儿孙自有 儿孙福嘛 你这养她那么大了 你反而现在念头一转 我现在能帮助她的是 我修学提升 我有智慧 她会主动来找我 我才护念得了她 你就都是转成你精进的动力 而不是变成 让你产生这些情子 随是菩提心 每个静元一转 就是菩提心了 那这个 我们这个愿当中 院长在香港有讲到 愿离娑婆 愿生极乐 那愿离娑婆 你生死心要窃 是吧 诶 无常迅速 对呀 那突然来了 你还留恋 你就走不了了 所以印竹说 死字贴在额头上 随时任何情况来 我们都没有挂 虽然现在在敬本分 敦伦敬分 极相离相 我敬了心就好 我不牵挂他们 这个还是要在敬上 去练了 所以刚刚说 般若为道 净土为归 还是要在净当中 慢慢能够 不要去执着这些部分 也要练 慢慢放得下 尤其祖师提醒我们 说婆有一爱之不亲 临终被此爱所牵 所以能不能往生 但是你世间要都放得下来 宴离这个世间这些轮回 那你无常一来或者阿弥陀佛一现前 你就可以跟着他走了 好所以到院长刚刚具体有讲了 要把我看淡 我看淡的我人这些看淡 心上只放阿弥陀佛 而且念的时候记住下老教会的 念佛时一切莫管 字句分明 平平常常老实念去 而不是赶快去了 不能夹杂这些念头 以这十六个字 不能祭功求述 这些都是对你念佛功夫反而有障碍 好 阿弥陀佛 谢谢可爱师父